桑智没察觉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挂了电话 桑智翻出手机日历看了眼 算了算时间 发现在不知不觉间 他也有将近一周的时间 没去给段家许送饭了 不知怎迪 大概是刚刚段家许的语气 桑智莫名也有点心虚 怕自己忘了这事 桑智睡前还特地订了个闹钟 隔天醒来 他找了个感兴趣的美食视频 赖在床上看了好几遍 然后才进了厨房 桑智边做边尝着味道 觉得今天做的比之前做的都好吃一些 他舔了舔唇边的酱汁 心想着 要不一会儿就跟段家许说 他这段时间没过去 是因为在苦练厨艺 胡思乱想了好一阵 桑智小心翼翼地给便当摆盘 装进袋子里 出了门 他时间算得准 坐了个地铁过去 到段家许公司楼下的时候 恰好到饭点 来的次数多了 桑智也没让段家许下来接 直接坐电梯上去 大概是因为饭点 工作室的门没关 桑智走了进去 没在位置上看见段家许 他眨了下一眼 拿出手机 给段家许发了个消息 其中一个男人注意到他 愣了下 猛地撞下旁边人的肩膀 然后主动说 嫂子 老大去厕所了 你先坐会儿 被这群年纪比自己大的男人叫嫂子 桑智还有点不自然 他点了点头 走到段家许的位置坐下 顺带把袋子里的两个便当都拿出来 桑智刚打开盖子 就有人问 嫂子 你这段时间怎么没过来 他回头 正想回答的时候 桑智呼得用余光注意到段家许的身影 他顿时说回了嘴里的话 把目光转到他的身上 段家许走过来 垂眼看他 来多久了 桑智 刚来 他扯过旁边的椅子坐下 突然喊他 吱吱 桑智抬头 啊 段家许往后边瞥了眼 懒懒道 别人问你话呢 怎么不回答 被他转移了的注意 一下子回来了 也不知道段家许是不是不高兴 桑智犹疑地盯着他 看了几秒 谨慎又缓慢地说出 今天想的那个借口 我觉得我做饭不太好吃 段家许 嗯 所以这段时间在苦练厨艺 桑智不敢跟他对视 他被他发现撒谎 你尝尝 今天做得比之前都好吃 话音落下 刚刚问桑智话的那个男人 恍然扳得呕了声 原来是这样 我们还以为 没等他说完 就被旁边的男人捂住了嘴巴 桑智愣愣道 以为什么 像没听见他们的话一样 段家许拿起筷子 神色温和 不想做的话 就别做了 无聊的话 就找朋友出去玩 平时很正常的话 在此刻 桑智莫名觉得有些诡异 而且这男人 不管生气还是开心 都是一个表情 他也没法分辨 桑智咽了咽口水 认真道 没不想 段家许侧头看他 桑智补充 我可太想了 顿了下 他干脆反过来谴责他 你是不是就是不想 让我过来 段家许眉眼稍稍数展开来 看了眼 那群此时正竖着耳朵 听这边动静的大老爷们 笑了声 说什么呢 快吃吧 桑智总觉得古怪 饭后 趁着段家许去扔垃圾的时间 他找了这里年纪最小 嘴巴也最不严实的一个男生 问了几句 没多久就问出了原因 男生 嫂子 你这段时间没来 我们都以为你跟老大分了 桑智 男生 而且老大这段时间的心情 看起来很差 我们就觉得 是你把他甩了 桑智 毕竟我听你说过 他八十年吗 男生说 年近四十岁 还没结婚的男人 内心肯定是有点敏感的 嫂子 你对老大好点吧 桑智沉默几秒 我说的应该是八零后吧 他八十九年的 桑智没想到 他就没来这几天 就能传成这个样子 前途无量 有车有房段家许 一年老色衰 被女大学生甩 他瞬间懂了 段家许叫他过来送饭的原因 肯定是 听到了他们的话 桑智回到段家许的位置玩手机 很快 段家许从外边回来 还给他带了杯饮料 把吸管戳进杯子里 桑智喝了一口 时不时地看他急眼 想到刚刚的事情 他突然觉得有些搞笑 唇角扬了起来 段家许看他 笑什么 桑智自顾自地笑了一会儿 他的眼睛弯成月眼 伸手去戳他的脸 露出唇边的两个小梨窝 有年龄包袱的老男人 没关系 桑智安慰他 你就是年老 但是色还不衰 二 开学一个月 又迎来了十一长假 桑智提前买了回家的机票 三十号那天 下了最后一节课 他便坐上了机场大巴 到达南无机场的时候 刚过中午十二点 桑智没带什么行李 所以没办托运 只背了个小书包 他顺着出口走出去 很快就见到在外边等着的段家许 段家许走过来 握住他的手 走吧 去吃饭 桑智看了眼时间 问道 你一会儿是不是还要回公司 段家许 嗯 桑智 你国庆放假吗 段家许 放三天 桑智哦了声 两人出了机场 桑智被段家许牵着 往停车位的方向走 他不清楚位置 也没看路 只是低头看着手机 没多久 他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他 桑智 闻声 桑智回头 映入眼中的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 是他的同学附证出 距离上一次见面也不怎么遥远 是在暑假的同学聚会上 对比起初中 傅政出的变化不大 只是模样展开了 穿着也变得成熟了不少 但气质仍显得阳光 带了点憨傻 见没认错人 傅政出笑起来 你国庆回家呀 桑智停下步伐 点头 你怎么在这儿 傅政出 我奶奶过来 我来接他 段家许也停了下来 目光淡淡地扫了傅政出一眼 神色若有所思 下一秒 他的眉梢一条 像是想到什么事情 嘴角也不嫌不淡地扯了起来 傅政出这才注意 倒站在桑智旁的男人 他看向段家许 礼貌性地问了句 这位是 桑智老实道 我男朋友 似是觉得段家许有些眼熟 傅政出盯着他看了好几秒 怕这样显得过于唐突 他倾咳了声 收回视线 那不打扰你们了 我去接我奶奶了 桑智朝他摆摆手 很磕套地说 去吧 有空联系 随后 他跟段家许继续往前走 没走几步 身后的傅政出又喊住他 这次声音里 多了几分不可置信 像是三观被颠覆了 桑 桑智 桑智再次回头 啊 可傅政出的视线 没放在他的身上 反倒直直地盯着段家许 仿佛想起了什么 他一副被雷劈了的样子 嘴唇动了动 最后也只憋出了三个字 没什么 桑智也莫名其妙 那你快去接你奶奶吧 别让老人家等久了 他安静片刻 点了点头 这次傅政出没再说什么 转身进了机场里 等他走后 段家许捏了下他的指尖 慢条丝里道 我没记错的话 这男生以前被你弄哭过 桑智嘀咕道 多久前的事情了 你不提我都快不记得了 段家许重复着他刚刚的话 有 空 联 戏 桑智不觉得自己没理 忍不住说客套话 你听不出来吗 而且他有女朋友 早就不喜欢我了 上次见面 还跟我说那是他年少不懂事 段家许神情散漫 拖着尾音啊了声 上次见面 怎么还背着哥哥 跟别的男人见面 桑智面无表情道 同学聚会 他皱眉 你现在怎么找着机会 就找我的茶 什么找茶 段家许笑出声 我这不是得防着点 老夫少妻的 见他还想继续翻这些 不着编辑的旧账 桑智主动扯开话题 提起附证出刚刚的反应 他刚刚第二次叫我的时候 表情好像很奇怪 段家许是奇怪 桑智搞不懂他 他为什么那反应 那表情像是 突然发现我却变了个姓 或者是整个容一样 段家许好笑道 也没那么严重 桑智一愣 你知道 嗯 你怎么知道 你也知道 我不知道啊 你想想 一时之间 桑智真想不起来了 茫然道 什么呀 你这同学 我记得 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我是替你哥 去帮你见老师 段家许耐心提醒 所以 他应该觉得 我是你哥 他现在可能以为 咱俩乱伦 然后呢 鞋子 他应该说 他应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